现在阿爸成立了客家课程发展中心 编辑全国第一套客家本位教材 孩子们透过表演将数位客家教材与机器人融入 宣告屏东县首创 完成了全国唯一国小1到6年级的国语科和社会科客家本位教材 提供六堆学校使用 让学生在自然情境下学习自己的族群文化 六堆三百年在屏东尤其高屏地区 屏东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客家人口 是我们在屏东非常重要的资产 今天适逢过去肯方肯植这样三百年的历史 我们特别把所有六堆的集结 集结了整个年度一整年度的系列活动 从教育的从产业的从经济的 或是从文化的进典的甚至各地方的特色 也把台湾第一套所编列的各个客家本位的绘本教材 从一到六年级来做编撰 也在今天来做发表 从世卫的或是纸本的 这个都是我们在台湾的首创 活动设置50个客家课程体验及宣传摊位 推广课语生活特色 透过探索式教学互动体验设计关卡 让孩子们玩中学 不仅丰富有趣也获益两多 那我学到很多客家的话 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玩 让我学会很多课语 然后做了很多东西 然后场观很好玩 不少参与活动家长表示 推广活动精彩多元 不只有去有玩 还能深入了解各学校推动的文化教育及课程 就连非客家人也能深入感受文化及族群之美 可以传承客家的文化 那大家来这边也有 有吃有玩 也蛮好玩的 就是对小孩子来讲 这就是体验一下我们以前的生活 然后一些童玩 那这样子他们也蛮开心的 有好多那个学校 包括幼稚园 然后国小还有国中都有来摆摊 然后有些还蛮有特色的 像有做那个擂茶的部分 可以自己放啊 然后还有那个认识六堆的那个图 要去填这样子啊 活动很多元化 很多不一样的那个 可以去试试看 然后才知道说 有一些学校好有特色 还有自己发展一些 还蛮不同的课程 今年适逢六堆三百年 因此活动更具意义 期盼校本位课程的创立 不仅能让民众沉浸在课语和六堆文化中 也能尽情展现客家学校特色及 深耕成果 比东西又不听张志豪采访报道